本院委員林嘉隆等17人 鉴於空氣污染防治法以制定第八條總量管制條款 且環保署於2012年3月2日公告空氣品質標準修正草案 针對細懸浮微粒PM2.5正列標準時 台灣所有污染源應減量5成以上 經病理學研究污染源所排放及造成的PM2.5 對癌症及壽命有重大影響 台中電廠為中部單一最大支流氧化物與氮氧化物排放源 影響中南部國人健康盛據 原建議環保署儘速指定總量管制區 並按照時程血減污染源 並研議計算PM2.5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以及記入空污費之徵收可能 經濟部一應機制定台中電廠 改以天然氣為燃料之時程 並進行電廠環保設備與燃料更新 以降低二次氣焦之生成 維護中南部環境品質及國人健康 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 本月委員林佳龍和